大家好,我是N.E.O. 在第二集的时候,我们说到了巴卡拉蒂尼星人 他们在135万年前移居到了地球 然后因为一颗行星撞击地球 导致了世界性的大灾难 在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 地球上的陆地发生了一些变化 其中在太平洋中间出现了一块巨大的陆地 那就是传说中的母大陆 母大陆是一个传说中存在于太平洋的大陆 并且声称有超过一万年的历史 他们拥有高度的文明 在186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饥荒降临在了印度的中部 当时统治印度的英国 增援了一批驻军以维持社会的治安 对东方文化一直很感兴趣的陆军青年军官 詹姆斯·财吉伍德上位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 他造访了附近西藏一个名为纳卡的山城 进入了一座老旧的寺庙参观 大殿墙上的浮雕记载着远古时代 曾经引领太平洋文明圈的海陆贸易 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古文明 但是还是有许多的科幻作品 会把母大陆给写到书里头 根据涛所说的 大约是距今50万年前 地球捕获了一个卫星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月球 当初原本月球是绕着其他的 恒星运转的小行星 但是有一次因为它跟地球的距离太近了 所以就被吸进了地球的轨道当中 从此月球就成为了地球的卫星 绕着地球转 他说自从月球开始绕着地球转 也注定了地球未来将会面临毁灭性的灾难 那这个部分我们摆在后面再说 现在我们继续讲母大陆 大约是在距今25万年前 阿勒默X3星球上的人 因为人口膨胀 所以几百万的人移居到地球来 他们所选择居住的地方就是在母大陆 如果忘记阿勒默X3的朋友 可以点击一下右上角的连结 阿勒默X3星球上的人 因为经不起风险 所以他们在正式迁移到母大陆之前 他们花了50年的时间 在月球上建立了撤退基地 之后才开始正式的迁移到地球来 当时他们的首都 是建在母大陆的一个海拔300公尺的高原上 这个地方叫做萨凡纳赛 在高原的中心他们建起了一座金字塔 砌成金字塔的石块每一块都有超过50吨重 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叫做超音波振动系统来进行切割的 切割的误差不超过五分之一公里 他们的切割场是位在现在复活岛上的彩石场 这些石头是以反重力的方式来运输的 在当时反重力是一种广为人知的技术 巨石被运输到首都 依照首席建筑师的指示 他们将金字塔建成高40.01公尺 四个面对准了罗盘的四个方向点 没有丝毫的偏差 不过涛说建金字塔的用意 并不是要用来做国王领寝的 金字塔其实是一种工具 这是一种可以接收宇宙射线 还有宇宙各种力量的工具 金字塔里的房间是国王的强大通讯中心 感觉就像是战情室一样 不过他们使用的是心灵感应的方式 现在的地球人已经失去这种与外太空通讯的能力了 除了通讯的功能之外 金字塔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照云 他们透过一种主要成分是银的合金板 可以在几天之内让云聚集在国家的上空 然后在有需要的时候来降云 作者米歇他在这边用外星人的能力 解释了金字塔是如何建造的 也解释了金字塔的功能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 而又是觉得要用这样子的解释谁不会说 我也可以说金字塔是上帝或者是如来变出来的 如果没有更多的佐证 我觉得没有什么说服力 他继续说 在当时他们也种植了许多水果 其中有一种叫做来寇提的水果 吃了之后可以让大脑变得兴奋 可以提升知识的能力 轻松的解决平常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种水果被限制在只有国王的院子才可以种植 这感觉就好像是跟圣经里头的禁果对上了 他们都是被禁止食用的智慧果实 从135万年前到地球的巴卡拉蒂尼星人 一直到25万年前的阿勒默X3星人 到地球中间的这一段时间 有一些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白种人 作者也没有说是哪里来的 这些白种人居住在亚特兰提斯 亚特兰提斯跟母大陆一样都是传说中的大陆 不过亚特兰提斯因为一些自然的灾害 导致他们的城镇全毁 以至于他们必须要离开亚特兰提斯 现在我们再来讲一下刚刚前面说到的月球 刚刚说自从月球开始绕着地球转之后 也注定了地球未来将会面临毁灭性的灾难 那根据涛所说的 月球它是以螺旋状的方式绕着地球转 有一天就会被地球的引力越吸越近 终究有一天月球也会撞上地球 到时候我们地球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如果到那个时候地球人在精神境界 还有技术层面都没有达到足够的层次 那就只能等着被灭顶 但是如果可以达到了这个层次 就可以移民到其他的星球居住 我猜想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可能不知道月球现在正以每年3.8公分的距离 在离开地球 那这一点我们在月球的这一集也有讲过 不过我们已经知道月球正在以每年3.8公分的距离 远离地球 不过书中说 月球撞击地球的时间还有19万5千年 所以这一段时间之内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真的很难预测 月球到底会不会撞击地球 我们有生之年应该是看不到了 接下来 涛解释了复活解岛的摩埃神像的由来 涛说 在那一段时间 他们经常到访地球 也经常被当作是神一样 然后当地人为了要纪念 就使用了彩石场的巨石 依照涛的形象造了雕像 正当他们想要把雕像运往首都的时候 母大陆突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灾难 作者在这边也没有说 总之母大陆他几乎全毁 不过彩石场还保留了十分之一下来 然后这个彩石场就是我们现在的复活解岛 所以我们在复活解岛 才会看到这么巨大的石像 坦白讲 今天的内容 NEO是觉得很没有说服力 但是这也都是书上写的内容 请大家斟酌地看 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在留言栏留言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欢迎你订阅起来 那我们下周见 拜拜